Hello 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I World Junior线上直播课程 我们是你学习的好伙伴 很开心今天晚上跟大家在线上相遇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儿童蛮语的课程 由学霸名师来教大家海底生物的相关单字 还有巨型哦 欢迎各位同学准备好你的笔记 继续锁定我们的影片 也欢迎把这支影连结分享出去 给你的同学朋友们一起来看哦 待会呢会有学霸名师一起来教大家 探索海底世界的生物 那我们先来介绍我们的学霸名师 是我们的Tracy老师 Tracy老师呢有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哦 那老师的强项在于生活绘画 国高中英文跟英文键定 所以待会呢 其老师教的无论是句型啦 或者是单字 其老师也都会带入一些英文键定的部分哦 那Tracy老师上课的特色呢 就是说明信息 讲解一懂 而且做许多的举例延伸 那待会呢 Tracy老师会分三个部分 首先是单字介绍 巨型介绍课文导读 最后帮大家复习 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咯 让我们掌声欢迎Tracy老师 Hi everyone So in today's topic We are going to start with our vocabulary 好 我们就从单字开始介绍其咯 好 那第一个部分 我们要看到单字的话呢 好 那是跟我们的这个 你可以看到图 So as you can see from the picture It's about the sea world 好 那我们在进行单字之前呢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图 所以Look at the picture Can you tell me what you see 好 那所以各位同学们 大家看到了些什么呢 好 嗯 海豚 章鱼 对 有看到很多的 没错 没错 很棒 好 有看到很多的海底生物 对不对 好 那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好 所以它说 Where is this 好 那同学帮我想一下吧 So what do you think Where is this This is a sea 对 西 没错 好 所以是在海底 对不对 而且它是一个海底的世界 好 所以呢 你的第一个答案 好 你可以讲的是 It's a sea world 好 我们大家一起念一次吧 It's a sea world It's a sea world 嗯 对了 好 那这边的word 好 那我们记得要把舌头卷上去哦 好 所以那个 Sea world 所以那个old 的音要记得往上号 好 我们大家再一次 It's a sea world It's a sea world 好 好 那第二题就请同学帮我念念看咯 好 那我们从这边开始 How many How many kinds of sea animals do you see? 嗯 很好 好 所以How many kinds of animals how do you see? 好 那所以你有看到几种的就是海底生物呢 好 那这边好 在我们往下之前好 所以老师这边有藏了一个小小的彩蛋 有一个单字错了 好 那不晓得同学可不可以睁大你的眼睛帮我找出来呢 Do you see the sea? 对 没错 太厉害了 好 所以这边提醒一下大家 好 所以两个的话呢 好 他这边是C SEE 对 没错 非常好 好 那他这里的话 所以同学就是提醒一下大家 虽然他都是EA EEE 好 那两个是不一样的哦 好 那大家就帮我记 这样子 如果是海底的话呢 好 那他是很多不一样的嘛 所以EA是不一样的字 所以C 可是同样的发音C的话 好 大家想一下我们的眼睛是不是两只一样的 好 所以还会是两个相同的 就是母音EE 好 这样大家有把C 海边海底跟就是C 看 记起来了吗 嗯 有 好 太厉害了 好 那接着呢 好 我们要来看一下 所以他这里问你说 How many kinds 好 所以有多少的种类呢 好 那所以我们刚刚随便看一下 就已经看到 右边已经看到了四种 对不对 好 那还有旁边 还有 好 那大家帮我找找看 还有看到什么样的海底生物呢 好 我们的左边还有什么呢 有没有找到呀 水木 海星 对 水木跟海星 好 章鱼 对不对 好 所以总共我们算起来 所以总共有四种 好 那总共有六种 好 那我们的六种 那你的回答你可以怎么回答呢 我看到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他的问题问你了 你看到了多少种 好 那一样 问你回答就是我 好 所以你的句型呢 你会看到的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一起念是 I see six kinds of sea animals I see six kinds of sea animals 嗯 对了 没错 好 所以六种 好 那我们完整的回答 你可以说 six kinds 所以这样把整句回答下来 那如果说 你在日常生活中的对话 好 人家问你说 how many kinds of animals do you see 好 那你就可以说 six kinds 你可以直接回答简单 也是可以的 好 这样还行吗 好的 好 那太好了 好 那我们大概知道说 我们要学的是 以下这些动物的单字 好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好 那我们这边 好 所以 let's see 嗯 那 those different kinds of sea animals 好 那我们就一起看一下 第一个单字咯 好 那我会把这边 帮你把单字给切开 好 那我们就看切开的部分 好 所以第一个部分 esea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的海底 好 我们一起念一下 see see 嗯 好 那再来后面的or 好 那记得or的话呢 我们嘴巴要oh起来 好 所以seahorse seahorse 嗯 对了 好 好 那see是海底你认识 对不对 那horse我相信各位厉害的小朋友 应该也知道 好 horse是什么呢 嘛 对 所以合起来就是我们的什么生物呢 牌嘛 对 没错 非常好 好 所以大家很厉害 好 那如果你有很多只的话呢 你就帮我加一个s就好了 好 那但是我们seahorse 对不对 好 所以你不可能在加s的时候 是seahorse 好 所以我们必须要 做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变成 or 细事 对了 没有错 很好 所以我们在念的时候呢 好 记得如果很多只 它是seahorses 好 不是hor 细事 好 这样听起来太奇怪了 好 所以我们单数的念一次 然后复述的念一次 我们总共一起练两次哦 好 那大家 Let's do this together 好 seahorse seahorse 嗯 seahorses seahorses 嗯 没错 很好 好 那再来第二个 好 那我们往下看一下 好 是我们的 一看到它 太可爱了 我们的海龟 对不对 好 那所以一样也是海 然后跟乌龟这个字 两个我们加在一起 好 那我们一样一起念一下吧 see turtle see turtle 对了 好 那所以我们的 turtle的那个o的音 好 所以你也是跟我们 刚刚的seaworld一样 舌头要从平的 然后这样往上翻上去哦 好 所以see turtle turtle 好 我们大家一起试试看 turtle turtle 对 很好 没错 好 那这边要小注意的地方是 我们刚刚的seahorse 它是整个字是合在一起的哦 所以它就是一个字 没有分开 可是我们的see turtle 它是海龟 这样两个字分开好 所以要记得在写的时候中间是有空格的 好 那再来接着 好 一样很多只的话呢 我们就交个s给它 好 那这边就比较好念啦 我们就直接念see 什么就好啦 see turtles 对 没错 很好 see turtles 好 那接下来我们往下看下一个单字啦 好 那下一个的话呢 好 也是大家很常见 甚至很常吃的那个动物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这边一起看一下 好 那这个是 octo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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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错 好 所以我们前面的o就发a的音 好 那你记得你的a嘴巴是这样子 就是下巴放松 松开 然后看到一个很紧张的事情 a 这样子 所以我们再次octopus octopus 嗯 对了 好 那这边的u好 所以你以前学过的可能会是发a的音 但是它这边比较没有那个puss 所以它比较是octopus 所以那个轻轻的puss就好了 不用太a 也不用太a ok 好 那一样它是四节位哦 所以我们后面要一起加上什么呢 好 所以也不会 e 也四 对 是加e 也四 好 那但是它的四的发音 所以跟刚刚的一样 所以我们不会念octopus 那一样是octopus s s 对 没错 非常好 好 那所以这边 就是虽然它的音到s 可是它加的是es 那刚刚的是se 加的是s 所以加的东西不一样 但是念起来是一样的 所以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两个发音 好 OK 那我们就三个 好 请同学换你试试看咯 好 这次老师就不带你念我们 看看同学还记不记得 好 那first one 好 那帮我试试看 海马叫做seahorse seahorse 对了 好 那海龟叫做se se se turtle 好 我们的章鱼 octopus 嗯 对 没错 非常好 octopus 好 那接着我们往下 看下一组 好 那这边的话呢 好 所以一样我们 把它切开 好 有这个字 跟这个字合在一起的 好 那这两个字 好 那老师先卖个关子 好 大家帮我猜猜看吧 所以你觉得 嗯 两个字合起来 它应该怎么念呢 starfish 嗯 对了 好 所以没错 很好 starfish 没错 好 那它这边star 好 所以刚刚同学念得很好哦 所以我们这个t 两个都是 有声还是无声的子音呢 无声 对 很好 那所以无声的话 它两个放在一起 其实不太好念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变成的的音 所以比较接近的的音 所以你会听起来是star star 所以不是star 所以要特别小心 好 那starfish 好 我们再一起念词 starfish starfish 嗯 对了 所以sh是我们以前就是 常学过的 而且你也很熟的音 所以sh的音 好 那这个星星 然后又一个鱼好 所以它是一个我们讲的海星 对不对 所以看它的形状应该也很熟悉 好 那再来下一个的话呢 好 我们也是同样有一个fish的音 好 但是前面它给你一个 好 就是这个字 好 那这个字的话呢 好 大家可以这样子先念前面两个 再把后面两个拼起来 好 所以注意哦 我们看到e的时候 千万不要念e的音 好 所以e它会是嘴巴比较扁的a 好 所以大家我们念的是 jelly 对 没错 一起念是jellyfish jellyfish 嗯 没错 很好 好 那这边也是跟旁边的那个starfish一样 所以大家fish会了 你只要把前面的记好就好了 好 所以前面的starfish是看起来很像猩猩的形状 好 那后面的jelly呢 好 想问一下各位同学 有没有人知道jelly是什么 嗯 珍珠 珍珠 好 珍珠不是 好 虽然它看起来软软很像珍珠 但是我们有一个更像它的 好 jelly的话呢 很像是果冻 好 所以是不是很像水母的感觉 就是这样子软软的QQ的感觉 好 所以那个jellyfish 好 你就把它记得很像是果冻鱼的感觉 就这样软软的 好 很就是断腰断腰的感觉 好 OK 那我们再一起念一次它吧 jellyfish jellyfish 嗯 好 好 那最后一个好 是我们在那个 就是动物园啊 或者是说就是海生馆很常会看到的生物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大家先看图 大家觉得它是什么嘞 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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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我们可爱的海豚 好 那这里的话呢 好 也是请大家试试看哦 好 我帮大家把字给切开 好 那所以前面 嗯 你应该怎么念呢 记得我们的L舌头要去哪里 好 大家帮我试试看 do do 对了 没错很好 所以do do 好 那如果你不小心念成大的同学 也没关系 好 这是很正常 所以刚开始我们会很难分辨到底是要念哦 还是要念啊 好 所以就是上课中大家都会 嗯 我们都会提醒大家好 所以念久了 那你就会比较知道说 啊 跟这个字配在一起 我应该要念什么 好 所以第一个 这边我们念的是do 好 那第二个字 ph 好 这个可能要请你特别记一下了 因为ph 所以它不发p 它也不发h 两个合起来我们会发一个f的音 好 所以这边要请你特别注意咯 所以它不是念的应该就要是dolphin 好 我们再一次咯 dolphin dolphin 嗯 对 没错很好 好 OK 这样这几个单字还可以吗 可以 嗯 好 太棒了 太厉害了 好 那我们这边好 有一个小小的练习 好 那所以这里的练习的话呢 好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的单字而已 好 那只是说要请大家帮我想一下 好 它中间配的发音会是什么 好 那所以这边呢 就是大家可以赶快就是把那个字笔拿出来 然后你可以看着我们上面的单字 然后赶快把单字就是扫的地方写下来 那它都是 呃 大部分都是扫母音 好 那下面会有一些子音的组合 好 所以跟大家说一下 好 那第一个 好 那我先帮大家念咯 好 那大家可以就是边听 边赶快回想一下刚刚的单字 好 那看看它的母音是什么 好 那这个字是seahorse seahorse 好 所以 or 是 好 那大家猜猜看我们这边要填的应该是什么 勒 ou r 嗯 好 所以our好 但是our 好 那如果有you加进去的话 好像会变out的音咯 好像就变成我们的那个hour了 对不对 可是我们只有over 好 所以只要or就好了 好 但是大家有把our就是接近的音响出来 也很棒咯 非常好 好 那我们继续加油 好 那第二个 好 它这边是seaturtle seaturtle 好 所以r的音大家猜猜看觉得是什么咧 ur 没错 ur 好 所以这里是ur的音 好 那我们的r的发音好 可能还会有ir 好 所以如果你是不小心写成ir的同学 好 也没关系 好 那只是呢 我们在记的时候 你可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说你在记这个单字 除了seaturtle 好 这样子把它拼下来之后呢 好 你可能要眼睛有就是开启我们的那种照相功能 就想一下它一整个是一个单字 所以它如果变成ir的话 好像形状会有点不太对 你把它当成一个图片来记 好 这样可能大家会稍微就是知道看到说 哦 那边好像不太对 你就可以去修改了 所以可以用这个方式试试看 好 那再来下一个 好 是我们的octopus 对不对 好 还记得吗 刚刚嘴巴r的那个音 下反哪一个字母呢 o 对 没错 非常好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octopus 好 那接下来的第一个 好 那我们当同学试试看 所以还记得吗 我们的海星 对不对 星星是叫 是dar 对了 好 那所以我们的r的音 好 会是哪两个呢 ar 对 没错 非常好 好 OK 那再来接着 我们的jelly 好 有帮你写了 那你要请你填的是fish 对不对 刚刚有特别提醒大家 sh的话呢 会是哪两个字的组合 sh 对sh 好 所以很聪明的同学 应该可以看到左边的答案 对不对 好 所以让大家也 就是熟悉一下 好 那最后一个 好 那就是比较考验大家 有没有就是听到我们刚刚的复习啦 好 所以我们的dolfin 对不对 好 哪一个字会发f的音呢 还记得吗 ph 对 没错 非常好 好 所以这个字 就是我们的ph 好 好 那到目前是我们的单字的部分 好 那接下来好 现在我们是给你母音哦 好 那这边的话呢 好 是给你这边的单 就是这边的图 好 那右边我们现在没有提示给你咯 好 所以大家就是要请你试试看 然后帮我把所有的就是字给填进去 好 那这边的话呢 好 如果说就是你要在看直播的同学 或者是看我们录影的同学 好 那你可以试作的一件事情就是先帮我把录影暂停 然后呢 你可以自己把单字写下来 然后试试试看 看看跟我们的答案是不是一样的 好 那就是开始咯 我们就一起试试看吧 好 好 那我们的A 好 那我们就直接念吧 好 那大家可以在心中把拼法想过一次 好 那我们的A还吗 还记得吗 叫做 B horse C horse 没有错 好 那所以一A 然后记得whore or 然后复数 后面的S要补上去 好 那我们的B 好 我们的章鱼呢 叫做 Octopus 对 而且我们有两只哦 所以我们的Octopus 是 后面还要再补一个 Octopus 是 是 对 没错 非常好 好 那再来第三个 好 我们的海龟们 对不对 所以叫做C Turtle Turtle 而且有两只哦 Turtle Turtles 是 对了 好 那再来 我们的水母 好 水母是 Jellyfish Jellyfish 没错 好 那很像海星的 对不对 好 所以很像那个星星的海星们 所以叫做什么fish呢 Starfish Starfish 没错 好 那 所以同学应该就有发现 刚刚的有些他就是会把S放上去 可是呢 像Jellyfish 跟Starfish他并没有 所以fish这个字他是 一只就叫fish 很多只也叫fish 所以你才会发现说 他其实并没有fish 是这样的用法齁 所以在这边也提醒一下大家 好 OK 那这样单字的部分 还可以吗 可以 好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好 就是要先进行我们的巨型 好 那我们会有两个巨型的介绍 好 那我们就一起往下看啰 好 那第一个的话呢 好 我们既然已经学了那么多的生物的单字 可是你总不能只有单字 所以我们就问人家说 那你喜欢怎么样的生物 对不对 有没有 海底生物有这么多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 好 那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啰 What sea animals do you like? What sea animals do you like? 嗯 对了 好 好 所以你要问什么样的海底生物 那一定要把海底生物这个字 see animals给放上去 好 那所以就是什么样的海底生物 是你喜欢的 好 你 对不对 你就do you like就好了 好 那我们回答 那当然是我啦 好 那我们就一起 I like octopuses I like octopuses 嗯 对了 好 那这边 好 那这里一定有同学会很疑惑 就觉得说 老师他只有画一只而已啊 为什么这边他要变成octopuses呢 好 那有没有同学知道是为什么呢 嗯 因为 因为海底有很多只章鱼 对 他有很多只章鱼对不对 而且他喜欢 不可能只喜欢一只嘛 他一定是所有的章鱼都喜欢的 所以我们就加上yes 好 所以等一下的 如果刻意加复述的yes的 也记得帮我放上去哦 好 那我们现在就换你来试试看吧 好 那如果我们今天有人问你说 hey little one so what sea animals do you like? 好 那我们看着这张图 你可以回答什么呢? I like I like dolphin 对 I like dolphin 可是你只喜欢一只dolphin吗? 没有 很多只dolphins对不对 都喜欢他们都太可爱了 好 那所以dolphins哦 好 那再来 那如果再问你 那你看着这张图 好 那如果问你说 what sea animals do you like? 好 那你会怎么说咧? I like sea horses 对 很棒很棒 好 所以I like sea horses 好 那就是他啦 好 那接着我们除了问 你的同学你喜欢什么之外 可是我们也想要了解别人啊 对不对 好 所以我想要了解 Jack 我想要了解 Mary 我想要了解我爸爸 我妈妈 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海地生物 所以我们这边好 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句型 有一点不一样咯 好 所以这里的话呢 好 我们先一起念一下这个句子 好 所以what sea animals does he like? what sea animals does he like? 对了 没错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的死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如果是he she 第三人称的话呢 好 所以我是第一 你是第二 所以除了我们两个之外的 第三人称 而且只能单数哦 那所以他就会把 刚刚的do you like 换成does he like?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 Pete这个小男生 好 那所以你看他 所以他如果问说 what sea animals does he like? 好 那你觉得你会回答的是什么呢? He likes sea horses 对 He likes sea horses 没有错 好 那所以这边的话呢 男生喜欢的是horses 所以我们就用he 好 那我们现在换女生 好 所以如果问你说 what sea animals does she like? 的话呢 好 那你的回答就会变成 she likes jellyfish 对 好 那但是这边我们还有一个字 叫做like s 对不对 好 所以s有出现 我们就不能忘记它哦 而且第三人称 你的动词一定要加s 好 所以我们再一起念是吧 she likes jellyfish she likes jellyfish 嗯 没错 非常好 好 那所以这边好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有另外两个朋友 好 第一个朋友叫做Daniel 好 第二个朋友叫做Kate 好 那我们就先试试看啰 好 所以假设第一个好 我先问你Daniel好了 是只喜欢一只吗 再提醒大家 所以she likes octopuses 对 octopuses 没错 非常好 好 那我们接着往下继续看 好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句型 what sea animals do you like? 跟does he like? 好 那接着的话呢 好 我们来看到这边 好 所以你会看到 就是另外一个部分 好 那这个图的话呢 好 也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出现的图 对不对 好 那接着的话呢 你看到的这个地方 好 所以我们的这里 好 他有讲到are there 好 所以are there的话呢 好 是在什么地方 有什么东西 好 所以你要问说有没有 好 你就从are there开始 好 所以有没有海星呢 好 我们一起念是are there any starfish are there any starfish 嗯 好 那如果说我指的这个 就是are jellyfish 好 如果问你说有没有jellyfish 好 我们一起念是are there 好 还是要is there 大家帮我想一下 好 jellyfish 好 它是are there 嗯 好 虽然是are there 对不对 好 那所以有没有很多只 好 所以are there any jellyfish 好 所以也是一样的 好 那如果我要问你说 欸 有没有那个就是章鱼 好 那换你咯 就会变成什么 are there any octopus this 对不对 好 没错 有很多只就加上this就好了 好 所以全部都是are there any octopuses are there any starfish are there any jellyfish 就全部把我们的海底生物夹 在are there any的后面 就可以问说有没有了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那如果有的话呢 好 我们就直接回答第二个 好 那这边请同学帮我念一下吧 好 第二句让你试试看 所以yes yes there are there are some starfish over there 对 没错 好 所以yes there are 好 那所以大家可以yes 然后你要先简答 there are 再想答 there are some starfish over there 也是可以 那如果说你觉得简答想答有点太多 你可以直接想答也没关系 那所以你看它的starfish 可是我们不确定到底有几只 好 你就some starfish 那如果你说你很确定 欸 只有两只 那我们就there are two starfish 也是可以的 好 那再来 可是万一刚好都没有的状况呢 好 那我们就只能看第二排啦 好 我们一起念咯 他说no they are not no they are not they are not any starfish they are not any starfish 没错 好 所以我们否定就直接加nut 所以跟大家以前学的单词是一样的 好 那这边我们就给大家来试试看咯 好 所以左边好 你会看到我们有一排的海底生物 好 那这里的话呢 好 我们有这三个是你刚刚没学过的 好 我们先念一次好了 等一下就是你如果遇到这个的话呢 好 你就比较会知道它什么意思 好 我们一起念一下 whale whale mermaid mermaid snake snake 嗯 OK 好 那所以这边的话呢 好 所以是呃 这几个你刚刚没学过的单词 好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 好 所以它圈的octopuses 好 那我们赶快看一下图 有没有看到octopuses在哪里呢 有 在右边 有 右边 没错 非常好 好 所以如果我想要问你说 诶 我们海底有章鱼吗 有章鱼吗 好 请问你的句型你可以怎么换呢 are there any octopuses 对啊 are there any octopuses 好 那你明确的看到了 还有看到两只 对不对 好 那你的回答你就可以怎么说 yes there are there are some octopuses over there 对 没错 好 所以你可以 there are some octopuses 或者是你也可以 there are two octopuses 也是可以的 好 OK 那这个是我们 第一个动物 好 那我们再一个 好 那可以你的 是seahorses 好 那找找看有没有看到seahorses呢 有 有 没错 就在这里 对不对 好 那所以你要怎么问 所以are there are there any seahorses 嗯 那所以yes yes there are there are some seahorses over there 嗯 好 那这边的话呢 好 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 我们其他眼睛没看到的地方 有很多只 好 你可以 there are some horses over there 好 那所以 或者是 你可以回答说 oh there is only one horses 也可以 你只是眼睛看到 只有一只也没关系 好 那但是你在问的时候 其实你也不知道到底 有一只还很多只 所以我们大家 就是一起从复数开头 都是可以的 好 那如果它单数 你在there is 就够了 好 OK 那我们接着 好 那要给大家一些 不一样的咯 好 所以假设 我圈的是这个mermaids 好 我们的小美人鱼 对不对 可是你在图上面 有看到小美人鱼吗 没有 没有 对不对 好 所以如果问你说 嗯 Are there any mermaids 好 那你可以怎么问 你可以怎么回答 No there are not there are not any mermaid 对 there are not any mermaids 所以一直都没有 哦 好 那再来下一个 好 那如果问你说 诶 有没有蛇呢 好 那你要怎么问 Are there any snakes 嗯 Are there any snakes 好 那嗯 没有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一起说吧 No they are not No they are not They are not any snakes 对 没错 非常好 好 那我们的这个 Are not 好 所以同学如果很厉害 应该会有发现 我们这边是分开 但其实你也可以把它 缩写 对不对 那缩写变成什么啦 Are not 就会变成我们的 Are not 对 没错 太厉害了 很棒 好 所以你可以分开 你也可以缩写 两种方式都行 好 那我们接着 好 我就往下来看 看一下我们的课文的部分咯 好 所以你会看到 有两个人的对话 好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看看他们就是 在聊些什么呢 好 那所以 就是两个人的对话 我们就可以猜 一定是这个 submarine 我们的潜水艇里面的 小朋友们 好 那我们就一起 把单字给 把我们的句子给念过一次咯 好 那我们一起念吧 好 所以first one 它说 Wow look at that wow look at that it's a seahorse it's a seahorse are there any starfish are there any starfish are there any starfish What animals do you like, same? What animals do you like, same? I like octopuses. I like octopuses. So do I. So do I. Look over there. Look over there. Leo is playing with a dolphin. Leo is playing with a dolphin. OK,好,那所以我们黑体的地方是我们的单字,对不对? 好,那我们的句型,What's the animals do you like? 你也会啦,好,那跟我们的are,there are,什么地方有的,你也会, 所以我在猜大家看了这一篇,应该会觉得太棒了,我都看得懂,对不对? 好,那所以我想要先问问大家好,请问他们在聊些什么呢? What are they? 他们在聊海底生物有哪些? 对,海底生物有哪些,对不对? 好,同时也问对方说他们喜欢的,没错,喜欢什么海底生物,太厉害了。 好,OK,那所以刚开始,他就会是先讲有哪些动物,对不对? 有seahorse,好,那对方也想要找自己喜欢的啊, 所以are there any? 你就可以来问说有没有海星啊,有没有水母啊,有没有海豚啊,等等的,好,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样的句型开始,好,那再来,what are these? 好,那这边的话呢,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这边的音,它是e, e,好,所以是长音哦,好,我们一起再念一次,this,this。 嗯,好,那如果你今天遇到的音是this的话呢,好,那请问你要怎么念呢? this。 对,很好,this,所以单数的是短的this,长音的话呢,是负数these, 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好,提醒一下大家,好,那你看到了海底生物,对不对? 你一定可以,就是一定会很惊讶,你就会说,oh,they are so cute, they are so beautiful, 所以你就可以把你的惊讶用形容词表示在后面,好,那这边的这个so do I, 好,所以大家就把它想成我也是,好,所以如果说,诶,我告诉你说,you know what? I like dolphins,好,那你要讲,我也是哦,你就可以说,so do I,对,好, 那如果我今天换一个别的东西,讲是说,I like chocolate,好,那你要讲, 我也是,就可以说,so do I,对,没错,好,那当然有同学会说,老师我不能说me too吗? 好,当然也可以,好,所以me too,也是我也是,好,那只不过我们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示而已, 所以两个都是可以的,好,所以so do I, me too,好,那这边如果是I like, I want,好,大家就可以用这个句型开头,好,那最后,那我们发现说,诶, 大家都在观赏,呃,不同的海底生物,反而我们的小朋友Leo,好,在这边, swimming with a dolphin,好,所以他正在做什么呢? 嗯,swimming,潜水,对,潜水,而且他在跟海豚玩,对不对?好,所以playing, swimming with a dolphin,好,OK,那请问这个小小的对话,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没有,没有,太棒了,好,那大家都非常的厉害, 好,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边,好,所以他也是我们刚刚的那个对话, 好,那这里要请大家做事情,好,所以complete the dialogue,好, 所以把这个对话给做完,好,我们就一起来试试看咯, 好,所以前面我们刚刚讲了,诶,他先看到喜欢的, 就是海底生物,对不对?It's a seahorse,那你想要问人家说,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好,还记得吗?我们刚刚的有没有是用什么开头? 有没有,对不对?叫做啊,什么? Are there? 对,没错,很好,are there any starfish? 好,那如果有的话呢,好,你就会说yes, there are. 对,yes,there are,而且你要再确认有一些,对不对?好, 那你还是会用什么样的句型开头? there are some starfish. over there,没错,好,那一样我们有明确的几只, 你可以把some换成明确的数量就好了, 好,那最后呢,好,他这边要问同学喜欢的海底生物, 对不对?好,还记得我们的海底生物吗? see animals,对,see animals,好,很棒哦, 有帮我加上s了,因为我们不会就是只有喜欢一个嘛, 那我们在问的时候一定是所有全体一起问, 所以what see animals do you like?好,那还记得他一开始 这边喜欢的动物是什么吗? dolphins,嗯,好,那所以这边的话呢,好,他这里给你的动物, 好,他会是,我们看一下这里,他有男生,对不对? same,好,然后他喜欢的应该会是比较远一点的章鱼,好, 章鱼才是... octopuses,对,octopuses,好,那我们再跟鲸鱼一起玩的,好, 才会是这个Leo,对不对?所以playing with a... dolphins,对了,没错,好,那a dolphin就好, 因为他现在是骑着一只跟一只在玩,所以没有很多只好, 所以这边要,大家要注意一下,所以喜欢,喜欢全部, 可是跟一只玩,所以这里我们就不加s了,好,可以吗? 可以,太棒了,好,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目前的剧情 已经越来越上手了,好,所以表示你今天的内容已经学得非常完整, 非常透彻了,好,那我们再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挑战,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边,好,这里呢,好, 你会看到他把我们的故事稍微小小改写了一下, 刚刚我们是一个对话的形式,那现在呢, 它是一个故事的方式了,好,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好, 那第一个,好,第一句老师把你念,好,他说, the four children are in the blue submarine,好, 所以你先观察一下,看到four children, 那你觉得,而且有看到in,对不对,好, 所以in the blue,而且有一个blue, 所以你有三个,就是关键字咯, four children in blue,好,那大家猜猜看, 你觉得submarine会是什么意思呢? 潜水艇,对,没错很好,所以有四个小朋友, 对不对,然后在in是在里面, 然后而且它是在一个蓝色的什么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没错,就是这个潜水艇, 好,那这个字我们再一起念是submarine, submarine,对,好,那我帮你把字全部都打出来, 所以你就不要在意这里有多一个s, 是这个s的in,好,所以submarine,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所以我们先知道, 诶,它们在潜水艇,那它们在做什么呢? 好,那我们这里一起看咯, 它说they are under the sea, 好,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填空了, 好,所以如果就是太厉害的同学, 你可以赶快眼睛先扫, 那你可以先帮我把答案都先写下来, 好,那如果你觉得,诶,还是需要看一下同学, 那我们就跟上老师的脚步一起走, 好,那一起试试看咯, 它说Dora and Jack are looking at three, 好,那大家帮我找找看, 所以Dora and Jack, 好,他们看着三个什么咧? 好,那同学你, 对,太棒了,jellyfish,好, 没错,是它, 好,那这里它说there is a, 好,要注意哦,它现在只有一只而已哦, 而且是in front of Jack, 好,那所以in front of Jack, Jack在他的前面,对不对, 而且他只有一只, 好,所以想想看这边有什么是只有一只的, 好,而且要S开头, 好,大家睁大你的双眼, 帮我找找看, 觉得是哪一个呢? starfish, 对,没错,starfish,好, 可是你看看starfish, 好像有两个页, 所以我们这边,好, 好,所以它这里,哦好, 我们这边有一个大只的, 好,我们就是starfish, 一只是它,好, 那that's okay,好, 那如果同学你就是发现, 诶,seahorse好像只有一只耶, 那我写它呢,好,也是可以的, 好,所以我们这边就seahorse, starfish,好, 你要写哪一个, 我们都没有关系, 好,那再来它说same and kate, both like octopuses, 好,那两位都喜欢什么呢? 章鱼, 对,章鱼,好, 好,ok,那所以我们这里,好, 它说lio is having an exciting day, 好,所以它说它,嗯,怎么样了? 很兴奋的一天, 对,很兴奋的一天, 所以它有看到很多的生物, 对不对,好, 那有看到很多不一样的, 就是,呃, 海底生物, 而且再加上它又跟这个章鱼在那边玩, so of course he's very excited, 好,那所以你看它现在正在做什么呢? wimming, 嗯,对了,你看那s开头,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很想要写playing的, 好,也可以, 但是我们这边是s, 所以我们就只能换一个单子了, 所以你这里只能swimming with a dolphin, dolphin,对了,没有错, 好,那再来接着, 而且它的dolphin旁边还有两只什么呢? 好,所以there are two seed turtles, 嗯,对了, seed turtles, 好,那记得s要帮我补上去哦, 好,所以seed turtles, 那swimming with them, 对不对, 所以跟他们一起, 那当然就是剩下它啦, 好,所以它觉得说, wow, it's a wonder ride, 好,这样我们这一篇的大意还可以吗? 可以。 好的,好,那我们这边就要请同学跟着一起念次咯, 那我们就再把我们的文章复习一次,好, 所以, the four children are in the blue submarine, the four children are in the blue submarine, they are under the sea, they are under the sea, dora and jack are looking at three jellyfish, dora and jack are looking at three jellyfish, there is a starfish in front of jack, there is a starfish in front of jack, same and kate both like octopuses, same and kate both like octopuses, leos is having an exciting day, leos is having an exciting day, he is swimming with a dolphin, he is swimming with a dolphin, there are two sea turtles swimming with them, there are two sea turtles swimming with them, it's a wonder ride, it's a wonder ride, 嗯,ok,很棒,非常好, 所以现在故事的情节你已经也很了解啦, 好,那最后最后呢, 好,我们有一个就是小小的练习, 好,那这边的话呢, 好,所以这里你会看到我们一样是这个图, 但是它有很多的空格, 好,所以就是我们在, 嗯,不管是音简考试啊等等, 好,它会有一个部分就是请你看图, 然后说故事, 对不对,好, 那所以看图讲出就是用英文讲出几个句子, 好,那这边你就可以用我们今天学到的句型, 对不对,好, 所以第一个我们就可以先描述说, 诶,它是一个海底世界, 对不对, it's a sea, Word, 对,world, 没错很好, 所以我们的舌头又往上扬了, 所以同学非常棒, 好,所以it's a sea world, 好,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句子先描述一下, 那这边你就可以用, they are, 有什么的句型, 对不对, 好, 然后跟我喜欢怎么样的句型, 好, 那你就可以造出很多句子啦, 好, 那这一次老师不说咯, 好, 那你试试看, 所以你看一下, they are, 跟in the blue submarine, 对不对, 好, 那还记得吗, 我们刚刚有几个人在里面, 好, 所以让同学试试看, 好, 所以你也欢迎同学就是在我们就是底下留言, 然后或者是说你自己把答案写下来,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 看你的答案是不是对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做做看吧, 好, 所以大家试试看, 所以they are, they are four children in the blue submarine, 对, 很好, they are four children in the blue submarine, 好, 那再来我们要讲到说, 哇, 有很多的海底生物, 对不对, 所以they are, 嗯, 你可以看选两个, 你喜欢的, 嗯, 动物吧, 所以they are, they are starfish and dolphin in the sea world, 对, they are, 好, 所以starfish and a dolphin and a dolphin, 对不对, 还有一只海豚, 那dolphin就有一只, 我们记得加二, 好, 所以, 嗯, 那你可以就是, seahorses还是octopuses, 也没关系, 大家就学你自己喜欢的动物, 好, 那最后, 我们就用我喜欢什么做总结吧, 好, 那大家假设我们都喜欢水母, 好, 我们就一起说吧, I like, I like jellyfish, 没错, 好,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用我们今天的句型, 然后把这个文章给描述, 而且, 大家还不是只有讲说, it's pretty, 所以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今天就, 除了学到不同的海底生物之外呢, 然后还有学到 there is, there are, 然后还有学到 I like的句型, 好, 所以今天我们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学到很多厉害的单字,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啦, 好, so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alright, so hope to see you guys soon, 拜拜, 谢谢Tracy老师,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课程, 大家有没有都学会那些海洋生物的单字跟发音了呢, 如果你没有学起来, 没关系, 我们的这支影片呢, 都会放在我们的Facebook粉丝专业, YouTube频道, 以及我们的官方网站, 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网搜寻, 可以重复的观看哦, 包含刚刚老师教的句型啊, 口说啊, 还有那些单字, 那各位同学, 如果啊, 想要看除了儿童美语之外的课程, 我们还有国中自然, 国中数学, 以及国中英文的直播影片哦, 也欢迎到我们的Facebook粉丝专业, YouTube频道上面去搜寻, 那我们的Facebook粉丝专业呢, 每个礼拜啊, 都会分享许多跟那个学科有关的, 或者是学科以外有关的知识, 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Facebook粉丝专业, 按赞追踪我们哦,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了,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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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